必勝客 又瘋了 就是有種 欸 色彩被... 不是啦 不要說麻煩 我只能跟他說 除非你很喜歡吃納豆 然後我覺得 這個披薩應該... 最新 我發現 他的飯呢 是鋪得非常均勻的 就是你想逃 也沒得逃 吃完這個納豆披薩之後呢 真的是極致的美味啊 這個肉呢 非常非常的嫩 然後表面呢 也非常的光滑 就是有一點流湯流湯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非常好吃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呢 沒錯 必勝客又瘋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前陣子呢 日本的必勝客 推出了香菜披薩 是真的只有香菜的披薩 那相信台灣的必勝客呢 也做不住了 所以呢 在今天推出了一個期間限定商品 英滿開納豆海鮮凍披薩 日本人跟義大利人表示 首先納豆應該是台灣人 多數人比較不能接受的味道 我本人呢 也是一到兩口大概就會開始有一點反胃不舒服了 所以呢 我現在的心情其實是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害怕 那除了納豆披薩之外呢 他還推出了一個聽起來好像正常一點 但仔細想想又有那麼一點不對勁的產品 大阪燒唐陽雞 不過呢 畢竟他們兩個分開來吃 都是很好吃的東西 所以加在一起應該是不會太差啦 好沒關係 反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們到底長到什麼樣子吧 其實看上去還蠻漂亮的耶 就是有這種 欸 色彩不不不不不 那看上去呢是蠻好看的 因為它五彩繽紛嘛 有粉色的 然後有紅色的 有綠色的 就整體看起來是好看的 然後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它叫做納豆海鮮凍嘛 所以呢 它是把納豆 綠茶 還有米 弄成飯 然後呢 鋪在上面 然後在上面呢 再放上一些海鮮 蟹肉棒 花枝 還有章魚 然後這個粉紅色看起來像櫻花的 然後它就是蘿蔔片 好 吃吧 我只能跟他說 豬貝你很喜歡吃納豆 然後我覺得 這個披薩應該 一口咬下去的時候 我腦中還有一個想法就是 還好嘛 沒什麼納豆味啊 然後說完這句話的同時 納豆味就在 砰 衝進來你的嘴巴裡面 你已無法再品嘗到 其他任何的海鮮 或者是 醬料的味道了 而且在我此時說話的同時呢 我嘴巴裡面還是都是納豆的味道 那必須要說呢 如果你已經成功地熬過了那股 納豆的味道 又或者是你本身就很愛納豆 嚇到後面的話呢 海鮮的味道是會出來的 像我現在已經沒有在咀嚼了 那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是可以感覺到 嘴巴的尾韻 有一點這個海鮮蟹肉棒的味道 我現在很不想要吃這個第二口 我以為必勝客要因應台灣人 可能沒有這麼愛吃納豆 就把納豆的味道給降低 沒想到必勝客 加爆 我就是跟 加爆 所以這個披薩呢 就變成了一個 非常兩極化的披薩 讓我們 敬業精神 還是要再吃兩口了吧 在吃的過程中啊 我發現 它的飯呢 是鋪得非常均勻的 那它的飯就是 一厘米的高度 每一口 都可以吃到滿滿的 飯 那也就是可以吃到 滿滿的納豆的意思 那換而言之 就是你想逃 也沒得逃 我們吃吃看這個 最尾段有一點餅皮的部分 會不會稍微比較緩和一點點 嗯 我覺得有耶 因為它這個披薩呢 就是限定只能做薄皮 那薄皮的特色就是 會比較 脆脆的感覺嘛 餅乾的那種感覺 那這一段呢 飯就不會加到這麼的飽滿 那吃下去 欸 我覺得味道就中和的還滿好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的比例的話呢 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是前面這一段 所有東西都是 蓋不掉納豆的味道的 如果以一個不太敢吃納豆的人來說的話呢 就尾段這邊是OK的啦 不然想到 今天是3月28號 再過幾天就愚人節了 這個pizza該不會是一個愚人節推出的pizza吧 直到4月1號的時候 必勝退就發一個公告 哈 你們被整啦 沒有可能 不過認真來說的話呢 其實它海鮮料給的真的是滿足的 你們可以看到上面這個光絲紅紅的蟹肉棒呢 就給了少說有二十幾塊吧 基本上也是每一塊都會有一到兩個的花枝 所以老實說如果以料來說的話 是很充足很飽滿的啦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就來吃一個稍微比較正常的產品 大阪燒唐陽雞 欸 看起來很好吃耶 它還是以唐陽雞為主 但感覺就是加了一些大阪燒會有的醬料啊 還有美乃滋等等 感覺是鹹甜鹹甜的那種 1 2 3 4 5 6 7 大概有七大塊的唐陽雞 其實還算大 只不過呢 這一盒也要199 老實說也不算便宜耶 不過看看好不好吃吧 吃完這個納豆披薩之後呢 真的是極致的美味啊 這個肉呢 非常非常的嫩 然後表面呢 也非常的光滑 就是有一點流湯流湯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而且很飽滿 只不過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它其實沒什麼大阪燒的元素 加了美乃滋 然後加了柴魚片 嗯 可能缺少了一點麵皮吧 就是沒有那麼驚奇 但是真的是好吃的 那口味上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甜鹹甜鹹的 但是呢 它的美乃滋的甜不會很甜 吃起來很順滑 然後也因為它使用的肉是雞腿肉 其實它在外面已經有炸過了 也不會覺得說 欸 裡面的肉好像有點 變得沒有那麼的水嫩 好好吃喔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新品開箱呢 吃起來就告一段落了 嗯 這個不是漁人街特別企劃嗎 我覺得這個披薩 它從發想到實際上做出來 都是非常非常的特別的 我估計這個必勝客也是拼了啦 這個披薩如果是出在日本 對納豆接受度比較高的國家的話呢 應該是不會到太差 因為它的料真的算是很多的 那它單點一個大披薩呢 也只要399元 不過今天這個評價呢 也都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我也很好奇說 其實大家對於納豆的接受度是怎麼樣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那再說到唐陽雞的部分呢 我覺得沒什麼好挑剔的 口味好 也很大塊的唐陽雞 除了價格199還是偏貴之外 它的就是做一個特色料理 那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嘗鮮一次沒有問題啦 那他們現在有個組合餐 有披薩加上唐陽雞 再加上這邊有一大盒的主星星 是649塊 那或者是如果你們今天呢 想要遮你的朋友 4月1號要到了 各位 然後說你請大家吃飯 就帶這個就給他們 非常的有效果 那我覺得我這次就不特別做評分了 因為它畢竟是這個納豆 也是我自己不太能接受 評分起來可能不會很客觀啦 那至於想不想嘗鮮 或者是你覺得 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你也都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然後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期見吧 掰掰 完蛋啦 這麼大一個披薩 我要去找 找一個愛吃納豆的人 送給他 我還怎麼辦 要浪費食物耶 完蛋 就叫做大廉 換個юсь 勞 我們下期的 都沒有 滿了 貼海 我們早有